字幕提供無限地帶 所以我已在幻蜜壯陽上 現在轉場時間 兩篇本身撿得很慌慌 剛才說了 先喝一口 喜歡這個忌擊搏鬥機器 真的要留意 除了無限地帶二三支外 還有新野玩 好像有支雷碼 文說有 但它的支雷碼是新支雷碼 還是大支雷碼 好像是大支雷碼 簡直說大支雷碼 大支雷碼是遊戲才有 好像帝王萬藥俠一樣 補完動畫 因為其實支雷碼本身 動畫的結尾都很草草要治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它的結局 應該是在超級機嫌大戰上 因為本身它都有特別講支雷碼篇 亦都有大支雷碼的出現 但是關不關事呢 我這個News我沒有看 我正在問 你繼續說 我想無論是玩具 或者是動畫 都是非常吸引的 另外一個Breaking News 就是繼蒙面超人 Black Sun之後 又有新拉打 Fies 不是Force 不是科姐 是Fie姐 即是讀Fie姐 我不懂的 對不起 但是我相信是一個紀念 50周年蒙面超人誕生的作品 所以接下來會有什麼衝擊呢 以及今次的設定會如何呢 我又叫做補完一點點 其實早前 聖人出的時候 也罵得挺厲害的 托賴我真的沒有罵過 還有我覺得現在到了30集 其實之前我覺得還可以的 也沒有去到不好看 但現在我覺得 直到開始入獄了 所以變成 也值得蒙面超人誕繼續看 繼續也不算是一些什麼新聞 如果大家都很喜歡蒙面超人的話 應該昨天都已經看過手影 另一和這個不死了 嘩 吞口水先 本身真的說過故事 我又不敢說是很突破 但是 伊藤英明 是不是伊藤英明 有沒有記錯名 是 Camanlider Eden 你沒辦法不付錢 整件事 所以如果大家有追開了神 石強的料 都知道 SHF都會出Camanlider Eden 他出Eden 也不肯出這個 Zero Two 真是做什麼 我想清場的時間差不多 而側根 這個還沒說 這個還沒說 什麼 我看 本身如果大家喜歡迪嘉的 毀譽參叛 有部分人就怕玩死了迪嘉的名字 我自己正面 因為坦白說 迪嘉真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作品 很喜歡的朋友 有機會真的覺得 你是否在玩 不是蒙面超人 reboot 這些也有來 很公平 那間公司 你也要賺錢 大哥 但有先覺得 金色的雕花 好像多了一些 你本身迪嘉 別說迪嘉 其實普遍的 Youtaramong 設定都很平均 而且不會特別有一個 角色會很異常 異常的意思是 跟其他鹹蛋超人有很大分別 所以 今次迪嘉 你怎樣都要改 那個樣子 就變成 之前那個已經很帥 你今次未必 那麼容易可以 令到舊的觀眾受落 當然 新的觀眾 或者小朋友 我相信 一定採取得很開心 我聽到有迪嘉的新消息 其實我也開心 那怎樣都好 評論的東西 我就覺得 看看這套東西 好不好看 才給評論 比較客觀 好 吹水吹到這裏 差不多了 立刻 嘗嘗聲 稍等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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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問一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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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